花莲县吉安乡圣南宫天上圣母安坐26周年期 起见吉安离斗法会 24号11点正式展开 圣南宫主任委员吴建志继礼监士们 吉安乡长还有善男信女 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社会祥和 并为善男信女消灾延年广增福会 11月24号晚上11点 花莲县吉安乡圣南宫办离天上圣母 安坐26周年庆 及起见吉安乡圣南宫主任委员吴建志率领李建志们 对付宽旗华林服务室处长陈文青 花莲县政府北区服务室处主任邱真良 吉安乡圣南宫主任和善男信女们 共同的祈福 吉安乡圣南宫主任委员吴建志表示 天上圣母安坐26周年庆 特别扩大办理 同时也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社会祥和 并为善男信女小宅延年增广复会 今天是我们圣南宫入伙安坐26周年庆 那也特别有请了这个 这个法师来做这个科宜 那也特别有做这个安米龙的动作 然后也非常多的科宜 那借由这次的科宜 然后能够祈求我们这个花莲县 所有的能够合进平安 在这个吉安乡的护佑之下 那希望 我们这边的所有的科宜 那个也是一周通通都是吃素 那吃素的部分来讲的话 包括我们的这个里面的安斗仪式的工作人员 吃素是12天 所以也是全程都是如素 那在这边祝福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 花莲的好朋友 都能够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已 欢迎大家来圣南宫参拜 吉安县长余生表示 24号也是他的日子 也感谢圣南宫主任委员 吴建师和李建师们 以及上任性为他来庆生 让他是相当开心 吉安骂慈悲众神普上父慈 今天是我们圣南宫26年的这个中年庙庆 也巧逢孙生的生日 在这里要许一个愿望 祝福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都能够健康平安圆满 更祈求我们乡物未来的推展 能够顺利而且能够建设落实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快快乐乐平安幸福 既然向着能够主委 吴建师表示 这12天离头法会当中 决定李建师们和工作人员 都是吃素食的 就是希望法会过程当中 能够顺利圆满 在这段期间 也欢迎新宗们前来参拜 共同来为花脸祈福 营造快乐美好的家园 记得叫我们 点下个报道